來 學長 謝謝 謝謝 後面還有春聯可以領 我希望要這樣賠 親自將一代又一代的民生物資 分送給關懷戶 市議員張浩瀚上任之後 連續六年舉辦寒冬送暖 希望幫助弱勢家庭過個好年 這次袋子裡面有準備一個平安的發財米 那希望在過年新的一年 祝大家都非常的一個平安喜樂 還有一些我們素食上的罐頭 然後泡麵 然後還有我們的飲料跟油 就希望說大家簡單的物資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能夠過好年 大家的平安健康 對於那個社區 有的那個多數團體 雖然沒有什麼很大的用處 不過人家的心裡感恩在心裡 在愛心人士的贊助下 市議員張浩瀚準備了100份物資 分送給山沙灣 中船正沙 入船裡 弱勢家庭 現場還舉辦議檢活動 讓里民們相當感動 對 有喔 他們有清爽 過程喔 對 阿這個厲害 簡直又好看 沒有沒有沒有 難得有這樣的服務 對啊 還滿有愛心的 對啊 還滿有愛心的 今天參加這個外面 我感覺很有意義 表示說我們這個社會 大家充滿著愛心 尤其浩瀚議員 和這個三里的里長 和這個佛光會議的志工 大家來集體創作 做這個外面 萬萬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入獄 今天還有特別感謝 我們佛光山 中正一分會的師兄們 來提供我們的 疫檢的一個活動 那也是希望說 把寒冬送暖的物資發放 跟疫檢能夠做一個結合 讓大家能夠用一個新的面容 來迎接我們新的一年 金融市議會議長同志委 也到場分送議員紅包 希望大家在過年前 可以一起關心 邊緣戶和弱勢家庭 今天謝謝這個張浩瀚議員 特別舉辦這個 我們這個中正區相關的這個禮民 來發紅包這個活動 那我們這個福袋很特別 我們為了增加環保的概念 也特別拿到這個清安宮 來這個過火 然後請道長來加持 那就是希望大家在 紅包領完之後 他因為他有經過一些 特別的設計 那希望大家可以放在我們的房間 或是客廳的小角落 那不要丟掉 那就利用這個機會 也來祝福我們所有金融市的市民 這個龍營德瑞 新年吉祥龍年行大運 我想我們市政府都有列管 相關全市的一個中低收入戶的名冊 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社會有很多邊緣戶 然後就是被需要 需要被幫助的人 需要大家社會大眾一起來支援 所謂的邊緣戶 就是大家知道低收入戶 它有一定的門檻跟條件 那政府審核 就是造一個標準的機制 但確實還是有一批人 有一大群人是需要被幫助的人 那他並沒有列在低收入戶的名稱 因為條件不符合的關係 那所以我想也非常感謝 我們所有社會大眾來支持支援 我們需要被幫助的人 一袋物資一個小紅包 對於這些關懷戶來說 也許只是小小幫助 但有社會各界持續關懷 讓這些家庭不孤單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謝謝大家 好 好